朋友们,始终乾坤大,通过观察你的大便,通过化验大便,可以发现很多种疾病的蛛丝马迹 今天我就来教你,怎么样看懂大便常规,怎么样的大便是正常的大便 各位朋友可以对着你的大便来认真地看一看 第一个呢,就是大便的形状 我们的科学家已经给这个大便的形状进行了分类,123456 如果大便去参了选美的话,4号大便是最好的,最美的,最符合我们的审美标准的 成型的香蕉型的软便 5号大便,你还凑合 那么123不行了,太干了,水分少,变密啊 6号和7号也不行,水分太多,不成型,拉西腹泻 那么还有一些特殊形态的大便 比如说,祸乱的时候,米干水样的大便 轮状病毒感染的时候,蛋花样的大便 肠套叠,或者是阿米巴利基的时候,果酱样的大便 它不同形态的大便,是提示不同疾病的 各位朋友,看看你的大便是哪个型号的 第二个呢,我们除了看大便的体型,还要看大便的颜色 正常成年人的大便是黄褐色的 婴儿的大便呢,为金黄色的,或者是黄色的 主要是因为我们胆汁排到肠道里面去了 胆汁当中的胆色素是大便染色了 如果你的大便是以下几种颜色,一定要小心了 黑色的大便啊,往往提示是上消化到出血 那么红细胞在胃肠道当中被消化液破坏了 它里面的铁释放出来了 铁元素呢,与肠道当中的硫化物发生反应,生成硫化铁 就是黑色的 当我们的上消化到出血达到50到75毫升左右的时候 大便可以呈现黑色,表面有光泽 就像铺马路的那个柏油一样的,叫做柏油一样大便 那么如果是红色的大便,往往提示下消化到出血 当这个红色的这个血液跟大便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呢 提示是肠癌或者是肠心肉等引起了下消化到出血 如果是大便的表面沾有鲜血,那么出血的部位会更低 一般是在肛肠的部位 比如说肛裂,痔疮的出血 它就没有跟大便混合在一起,就在大便的表面 还有一种大便呢 叫做是陶土样的,或者是灰白色的大便 这个呢是因为胆管被堵塞了 胆汁没有排到肠道当中去 导致大便的颜色变浅了 那么引起胆汁堵塞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说胆中管的结石 胆管癌,或者是胰腺癌等等 那就比较严重了,一样急着在去院场 当然,它被颜色呢 它还受到食物的影响 不是说看到一个红色的大便,它就是出血 看到黑色的大便,就是有问题 还要看你这几天,到底吃了什么东西 比如说,你吃了动物的血液 那么第二天大便也是黑色的 甚至是你吃了一个奥利奥,大便也是黑色的 你吃了西瓜,吃了红心火龙果 这些带有红色色素的食物 第二天大便也可能是红色的 所以如果你的大便颜色发现了改变 不用担心,不用着急 首先我们要排除药物和饮食的因素 这个时候,如果你拿不准 要去医院化验一下大便 比如说,如果在大便当中看见了红细胞 那就是有出血了 潜血实验,如果是阳性,也提示有出血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在显微镜下观察大便 你看看,我们为了研究大便 要在显微镜下观察 放大几百倍,来看看这个大便有没有问题 谁来做这个东西呢 是检验科医生 我称之他们为真正的史学家 大便经常家 人家可是真真真真的做大便研究的人 天天拿着显微镜来观察你的大便 如果在显微镜底下发现了这些东西 那么你的大便有异常 第一个,红细胞 正常的大便里面没有红细胞的 如果发现了红细胞 肯定是肠道里面有出血 一般是下降万多的出血 比如说肠癌 肯养性结肠炎 利肌等等 比较靠上的位置 上下化的出血的时候 我们讲过 红细胞在消化液当中 已经被破坏了 这个你已经看不到完整的红细胞的形态了 这个时候呢 叫做大便的浅血实验 我们后面会讲 第二个,白细胞 正常的大便当中 白细胞是很少的 如果你看到了比较多的白细胞 说明这个肠道里面有炎症了 比如说细菌肝一起来的发肚子 瘤疾 细菌病毒 这些生存一起来的肠炎等等 第三个,脂肪颗粒 正常的情况下 这个我们吃进去的脂肪 是会被完全消化吸收的 你在这个大便的检测当中 发现不上脂肪 但是如果你一次实在是吃太多的脂肪了 超过我们人类的消化吸收能力了 或者你的消化吸收能力就很弱 或者你一线分泌的这个一夜不足 胆道堵塞 胆质不足等等 都会影响这个脂肪的消化吸收 那么你的这个大便里面 就会出现脂肪颗粒 第四个,寄生虫暖 正常的情况下 大便里面没有寄生虫暖的 如果在你的大便当中发现了 葵虫暖,沟虫暖,脑虫暖,血气虫暖等等 那么说明你的肠道里面有寄生虫 这个很好理解吧 第五个,细菌 我们的肠道里面是有细菌的 那么大便里面也是有比较多的细菌的 但主要优势的菌群是杆菌 而且是厌阳杆菌 比如说大肠杆菌,变形杆菌 那么还有少量的球菌,酵母菌等菌群 如果你长期使用的抗生素 或者是免疫之际 有可能会导致你的肠道菌群紊乱 把一些有益的菌给杀掉了 一些这个对身体有危害的菌 大量的繁殖 往往表现为杆菌比例相降 球菌比例上升 这个在显微镜底下都是可以发现的 甚至的话呢 会激发大量的真菌感染 同样的在显微镜底下会出现很多真菌 那么最后一点就是大便潜血实验 这个也是外面大便常规里面 很重要的一项检查 因为当消化到有少量出血的时候 你的肉眼可能看不见 大便的颜色没有明显的变化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特定的方法 来检测大便当中 有没有血红蛋白的成分 就可以帮助提示 有没有消化到的出血 这个方法非常非常的灵敏 消化到出血2到5毫升 就可以检测出来 那么如果大便潜血阳性 需要进一步的检查 尤其是中老年人要排除 你有没有得肿瘤 那么可能就需要做 未经或者是肠经的检查了 那么最后呢 要提示各位朋友 送检大便的时候一定要快 最好是两个小时之内送检 如果时间太长 大便当中的红细胞啊 白细胞啊 细菌等等就会崩解啊 或者是死亡嘛 到时候就测不出来了 影响检查结果 还有采集大便的时候呢 不要受到尿液的污染 重点采集有问题的部位 比如说看起来这个地方 有点红 有点发黑 不太正常 重点采集这样的部位 拿不准的话呢 可以多点多个部位采集 这样拿过去 给医生检测的大便 才比较准确 好了 非常各位朋友 可以了解这样的知识 通过我的讲解 估计各位朋友 对你的大便 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了 也可以成为一个 小小的史学家 那么你也可以 给你的家人朋友们 估计不行 大便常规的知识啊 关注我 关注快速登生 每天进步一点点